大家好 距離上次新增新手影片也過一個月了 相信各位到這個時間 如果有follow一下我給的建議的步驟 來去做遊玩的話 那大概 你有完成幾件事情 就是 你應該有至少一隊以上的子兵 兩隊左右或三隊的子兵 那至少一隊的五星兵 好那 來一隊練滿就看個人而已啦 那再來就是 沒越來換的武將等級應該也超過100等 然後 比較重要的是你大概也把 一個武器的專精點數給點完了 好那再來我們就來跟大家聊聊 做裝備這件事情 之前上部影片有聊到做裝備的數值也可以怎麼做理解 那這邊就可以講一下做裝備的時候啊 我們的目標是想要做出一個叫做統譽裝的裝備 就是這個數值有加統譽的 那這個數值的上限是加到25 那我自己 呃 玩這個遊戲玩了大概一年半 目前啊 沒看到 很 顯少人看到人到加25的裝備 大概都加到23 24左右 那25也是有 但極其稀有 而且甚至就是他打出來是 無法在市面上做流通的 就是 已經裝備了 或是 已經 呃 封印在某個人的帳號裡面 那我們做裝備呢 再過去啊 就是在你現在如果在 遊玩的過程我們做裝備都是很簡單的 呃 把想要的裝備給撬出來 把必要的軍魂 呃圖子啊這些都給他撬出來對不對 但今天呢 呃來大概講一下 我們可以用一些 小技巧 然後把 一些 提高我們想要取得統譽值這個裝備的 小技巧 那 基本上 目前 比較主流的有三種 那我先來講第一種部分 第一種我們叫做 呃 風華碗墊裝啊 其實都是要都是要用風華碗墊裝啊 只是第一種我們用的是那種 這個方法我稱為叫做 方法A 講不到名字啊 就方法A 那怎麼做呢 就是我們會一直持續的做這個風華碗 然後一直做到 這個風華碗出了數值之後 就是兩個數值 那我們先看白裝啊 風華碗現在的 白色的數值就是 他就有加三房跟一個暴擊值 那如果今天他出了額外的數值就是免暴值 以及暴統譽 那我們就要打題 那我們就來開始計算喔 看幾件會 看幾件 我們會做出來 來 我們先敲第一件 好沒出 那我再繼續要去計算喔 然後這第二次 好第二次也沒出 然後敲第三次 好又沒出 那再敲第十次 好又沒吃 然後敲第五次 好那第五次也沒出 那這個時候呢 我們就會建議啦 我自己就會建議玩家就不要再做 就把這畫面就關掉了 然後重新再做一次 然後再重新計算 如果超過五次都沒出 那我們就全部重來 所以我們再去敲 好就出了免暴值 那出了免暴值之後呢 我們來 呃 我們剛剛在開這個頁面 然後一次就出嘛 所以我們就來開始 這就整個電裝的流程結束了 那我們就來開始敲我們要的裝備 那我們要的裝備再敲啊 會follow一個東西 就是我們會 鼓勵啦 就是用一個n 乘以2加1這種方法 啊這個1呢 就是我們要打的那個那一下 所以我們剛剛 這個n的電裝 這個是電裝 電怎麼寫 電裝的次數 所以我們剛剛n啊 是等於1 我們一次就出免暴值對不對 所以我們就是像這樣子 四者敲身體好了 這樣 我們先 按兩 就是一次我們 做電裝一次嘛 所以我們要取消兩次 再重新講一遍比較有理解 n乘以2加1 n呢 是我們的電裝的次數 啊 電裝的次數 那n乘以2呢 他這個就是我們要取消的次數 要取消的次數 那這個1呢 就是那一下我們要敲出來裝備 OK 好所以一樣 我們n 我們剛剛一次就 電出一個免暴值的風華丸 所以我們就 取消兩次 那取消的技巧就是 過半取消 那其實 就看自己要不要相信啦 OK 那我們 兩次完了 我們要開始進行第三次 就是要敲出沒有裝備 他就開始生產 1 2 然後按的時候 然後 在按的時候 那個取消 大家有沒有看到 要記得在接近1秒至0秒時候 要按一下取消 好 那我們看 哇這樣就沒出 很可惜 就是只出一個暴擊值的裝備 OK 好 那我們再示範一次 我們再關閉 好 來示範第二次喔 來一次 好 又免暴值就出來了 所以一樣 n乘以2加1 那我們這次換成頭盔試看看 好來 來 打一次 取消 打第二次 取消 來第三隻凱 進行做生產 1 2 1 靠快點按下取消 然後讓系統跑一下 這樣子 然後看一下是不是同域喔 嘿 啊又沒出喔 很可惜 好 那我們再不信邪再一次 欸不好意思 這要關掉 裝備專找 不信邪再一次 來一件 兩件 三件 來又出了喔 所以第四件出 那同樣的東西 因為我們第四件才出 所以我們這個n乘以2 就代表我們要取消八次 OK 好 所以來 我們這次換敲 繳好了 所以要來 一次 兩次 三次 四次 五次 六次 來第七次喔 好 來第八次 好 那再來第九次呢 就是我們要敲裝備的那一下 來敲裝備 來 3 2 1好 按下取消 OK 那試試看有沒有打出來 哇 還是沒打出來 那這就是 就今天比較非洲一點 但整個流程大概是這樣 那這個是 A方法 那什麼是B方法呢 B方法就是 沒有在管 B方法就是直接 剛性一點 就是一樣 敲風華碗 那我們就直接打五次 我不管前面數值怎樣 就是一敲 就在這五次的過程裡面 在某一次如果出數值 我們下去就直接敲 好 這沒有 好 又沒出 好 第四件來最後一件 好 那就是 五件都沒出數值 那我們下一件就不管了 這直接就敲出 就來敲我們的裝備 哇 也是沒出 好 那這是第二種方法 那第二種方法 講白一點就是五次都去給他敲 那之後的第六次就是敲我們要的裝備 那在第五次的過程裡面 如果 這一二三四五五次裡面 如果再可能在中間第三次就出了我們講的棉豹 或是我們講的銅玉 兩個其中一個 那我們第四次 就直接就去敲我們要的裝備 這樣子 但是基本上是五次 好 那再講最後一個方法 最後一個方法 就是 幾乎就是第一種方法的延伸跟變體 就是我們直接一樣敲風華碗 敲他 敲完看有沒有數值 像這個沒有架外數值我們就關掉畫面 然後再繼續敲 好 又沒出吧 他就關掉再繼續 繼續 這樣子 這都不用算次數喔 反正就是這樣 就是這樣敲 都不用去算次數 就是一直持續做到你的風華碗出了 呃 免爆跟 加銅玉子的數值出來 像這個就加了銅玉子 那我們就直接 呃 用第一個方法 的N乘以2加1齁 所以我們就找一個 像這個出了銅玉 好 所以我們就找生甲 這樣 一次 兩次 兩次 好嘞 進行第三次 製作 然後按取消 哇 藍色 這應該沒有 但至少是棉報紙 但在這個時候 注意喔 如果你是出棉報紙 那你還有的一拼 我還可以再拼一件 再跟他拼一件 好 那我就想再跟他拼一件 好 那我就想再跟他拼一件 3萬 好像沒得拼喔 好 大家講就是 如果你像這樣啊 你的 剛剛那件裝便是棉報紙的話 你就可以繼續拼 就繼續再敲下一件 高機率會出銅玉 好 然後 你那個下一件 就不用這樣取消 就繼續拼 沒意外的話 我這下一件應該就銅玉裝了 好 就 這三個方法就給大家 那 最後最後 一個細節 我們回 也回到第一個方法 這部分 就是電裝 就是這個電裝啊 然後 呃 我們剛剛講嘛 在 電裝的過程裡面 如果我們出了免報 那我們是就要開始來做N乘以2加1 這是 對不對 那通常啦 有些人會比較極端 有些人會覺得說出了免報 機率還不夠高 系統 電的還不夠 他一定要敲到風華碗出同域 他才會去做N乘以2加1 好 所以 如果你是 也是想要出了同域 就是做裝備的人 那你就是高機率你的N會很大 好 因為你要一直敲嘛 敲就出同域 那或是說 按照第一個方法講的 敲了前面五次 都沒出同域就關掉 所以你的N通常 最大值就是5 這個最大值就是5 這樣子 給大家參考啦 一些目前坊間流傳大家的一個經驗跟方法 好 那因為這影片主要是要拍給新手看 再來講一個很重要的重點 我們在做裝備的時候啊 我們可以先看物品欄 我們可以先看物品欄 有些東西 它是旁邊有個回文針的 那這個是綁定的 你如果滑鼠上面它會紅字寫衣綁定 那這樣衣綁定的裝備代表它只能自己穿 無法做販售 那像這個呢 它就沒有洗衣綁定 那個這個就可以做販售 好 那我們就可以看一下 像我們就支援貿易 那我們要出售 那我們就是只能出售 不好意思 按道具貿易 按出售 抱歉 抱歉 把這個丟過來 一樣我們只丟這兩個 你就看一個177一個253 然後按出售 你看就只有177的出現 那同理我要講是什麼 假如說 如果你今天想要像其他人這樣 在交易所啊 想要賣一些比較高單價的東西 然後 你覺得打得不錯 想要來去賣 那你要的 那就代表著 你開始要去準備一些材料 一些非綁定的材料 那這些非綁定的材料 不只是這些基本的 這個材料不綁定 這個也要不能綁定 這個都要不能綁定 乃至於圖紙 都是要非綁定的 那你撬出來的裝備才是非綁定 OK 所以 你在製作上 你就要按裝備鍛造 然後 你今天想要做一個 想要賣銀幣的裝備 要點它 然後把這個 給GoGo取消 系統就會顯示說 你現在有多少 非綁定的 東西可以當作你的材料 那還有一個重點喔 做非綁定的東西 你做綁定的裝備 你消耗的是 戰火幣 你今天如果是做 非綁定的 你消耗的是 銀幣 OK 所以它 你光是做一件它的單價成本 就是1200以上 那 就不用講這個亮眼粉的單價 OK 好 大家這是 敲裝備的 三種方法 那是 要 剛好15分鐘 好 算OK了 好 算OK了